接下来的故事叫做重生 这个故事算是所有故事里最诡异的一个 说来话长 大伙听过戒尸还魂吗 这不是聊斋啊 这事不但发生了 而且就发生在二姨最亲近人的身上 二姨的一生横跨了将近一个世纪 却是近代中国最混乱的时候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 鬼子亲华土匪胡子 那后期的饥荒抗美援朝文革 几乎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这其中发生的一件事 改变了二姨一生的轨迹 那年二姨已经二十多岁了 还没嫁人呢 按照现在的话说呀 正是青春好时光 可在那个时候的农村呢 二姨这个是大龄圣女 就在这个期间 姥姥给二姨说了个人家 那聘礼都下了 还是没嫁成 怎么的呢 临近婚礼 就为了打几件新家具 那家的孩子上山拉树 让倒下的大树 把脑袋给砸了 各家躺一个月 等躺好了 人傻了 这么的老了就想起了邓姑姑的话了 知道二姨这姨缘呢 真是坎坷 认命了 那家人也实在人家 自己儿子都这样事的了 不能坑人呢 两家一商量 把这婚呢 就给退了 这事在农村来讲 不是好事 就传着二姨客夫 可能是因为老了平时 个屯子里头人缘好 也就那么几个长舌妇吧 偶尔说一说 其他人带二姨 还跟往常是一样的 这么一年粮食欠收 农村就怕灾年呢 一遇着水灾旱灾 全都饿不说 日子也不安静 平时呢 山里倒是也平静 外边这时局再乱 也都波及不到山里 但是只要灾年一到 土匪胡子就全都来了 山上粮食不足 肯定是下山讲啊 那些不讲究的吧 就连贫民也都不放过 不过这土匪也分这个义匪和野匪 义匪呢 下山抢劫就不打扰老百姓 就盯着大户干 而且走的也都是斯文类型 下山之前先递帖子 就说哪年哪月 哪个哪个山上的谁谁谁 我要去你家拜访 希望能够给予接待 大户这都习惯了 有专门的一套接待流程 接着这样的帖子一般早早的就把这份的粮食和钱备好了 等这帮土匪胡子来了 不等放枪直接从院里往外撇 还得喊 说给兄弟们辛苦钱了 这帮胡子如果觉得够了 打一声呼声 里边就不用再给了 胡子们呢 把东西一捆 就打到回营 要感觉不够朝天放枪 大户就得继续往外扔 不过也有那个大户把他横 自己家呢 能养得起看家护院的 还有枪 不乐意吃这份冤枉亏 这时候啊 来的就是硬碰硬了 这帮胡子就跟围城似的往里头硬冲 虽然那大户身宅大院 周围呢 还有港篓子 但一般都是胡子营 你想啊 那看家护院的是干啥的 那是为钱办事 他能给你卖命吗 胡子呢 可干这个就是为了刀口填血 他得过日子 当然是拼命干了 您得问了 既然说都下帖子了 这大户为啥不请警察帮忙 这个你就问着了 当时那个世道啊 这么说吧 警察比土匪黑 你请他们出一次警 胡子管你要五万块钱 警察管管你要八万 比胡子给的还得多 完了你还得欠着人情 下回人家争粮争钱 你都不能说一个不字 除非说哪家大户跟军队有关系 那胡子轻易不敢动 不过这个野匪就不同了 这帮家伙全是亡命之徒 本身素质就畅 一点都不讲究 没有道义可讲 上山就是为了活着一天 吃喝一天 没吃没喝 下山就抢 骑马进臀子 咔咔咔一阵放枪 给人震住了之后 挨家挨户地抢 他们还就累上平民加强 因为平民不反抗 看着有好看的姑娘 往马上一扔 就带上山 糟蹋完了 心情好了 放回来 心情不好 直接杀了 或者就卖到妓院 这个义匪跟野匪的区别 就是看这领头的 他管理严不严格 有没有山规 如果说胡子头就是个无恶不作的 那这一窝便想有好人 二一家附近倒是有好几伙的土匪 其中二龙山这个胡子呀 经常来腿里 大当家呢 姓胡 是个讲义气的汉母 他当家的时候啊 不怎么扰民 不过这两年年纪大了 渐渐的就把事交给张二当家处理了 自己在山上是一样天年 这张二当家是个什么玩意呢 流氓出神 他不管你道不道义 好吃好喝就行 于是他就允许手下的兄弟胡作非为 只要不涉及到内部的利益 他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老当家定下的山规 基本上都不遵从 加上这几年 几个土匪沃子相互争地盘 他急于扩张自己的势力 山上是啥人都收 所以底下这兄弟也是良有不齐 逐渐的这个规矩啊 就慢慢就都没了 老当家看在眼里 也知道自己是大权旁落 得依靠着人家二当家保命 也就敢怒不敢言 近两年呢 祸祸附近屯子呀 好几回了 二当家这个人吧 平时他是心血来潮 逮着大户抢大户 碰着平民抢平民 两年前还抢了两个平民的女人 过去做压债夫人 大当家吧 虽然有心管呢 但是自己在山上已经说了不算了 就只能咬牙切齿啊 就叹自己当年看走了眼 不过这人吧 总有善良的一面 这个二当家对别人是视如草芥 对自己亲娘倒是很孝顺 他是个孝子 当初也就是这点孝心打动了当年的大当家 就把这全力放给他 村里有一口大钟 确实在鬼子进东北之前就已经挂上了 当时这是为了防土匪 一旦这口大钟一响 村里的姑娘和年轻的媳妇赶紧先跑 虽说胡子下山进屯的概率不高 也是因为二姨的屯子吧 没有什么大户 不过这回很不走运 这个刘二当家 刚刚干了一票大的 绑了哈尔滨皮货行老板的儿子 勒索信给送过去了 谁知道这皮货行老板不上道 报警了 警察拿钱倒是真给办事 在取赎金的地方就下了埋伏 结果去拿赎金的兄弟 好几个就跑过来一个 生下那些全蛇了 刘二当家正赶去接应 走到半道 听跑过来兄弟说 说好些人都死了 当场就把那肉票给死了 回城的路上继续发泄邪火 走一道抢一道 而二姨的屯子好死不死 就在他们路过的道上 二姨当时就在地里干活呢 一听村头这钟声响了 紧接着咔咔一顿放枪 二姨赶紧啪 锄头一愣 往西河沟跑 那边的茅草比较深 正好能够藏身 没跑两步就听着后边 纷纷的马蹄子声 和胡子们的呼啸声 接着二姨就觉得 腾云家屋一般 怎么的 让一个胡子拦腰就给抱起来 扔马上 二姨还怕挣扎就想跳马 然后后脖梗子啪 挨了一下 这人就昏过去 等到二姨醒过来 这人已经在二龙山的山寨里 自己手脚被绑着 嘴里头塞了个破布条子 身边还有六七个女的 那全哭的都不行了 二姨也吓够呛 直到这回啊 应该是再劫难逃 但只能把惊慌赶紧压在心里 偷偷的关他 什么地方这是 仔细一看 这就是这个山寨大厅的一个墙角 胡子们呢 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也没有什么人看守 两个伴的孩子 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 在那一边看 那边唠嗑 尸尔呢 往这边瞅一眼 于是二姨趁他们不注意 就偷偷的开始在后边搞小动作 想把这个捆着的手给解开 如果解开的话 起码呢 能够施展一点防身的道法 不过邓姑姑教二姨的吧 一般都是对付异类的法术 二姨不知道这对人类能不能有用 在说这事发生的时候吧 邓姑姑都走了好几年了 二姨每当用起这些道法的时候 总会想起邓姑姑 会伤心的不行 所以最近都有点荒废了 这帮土匪们在这大厅里头商量 怎么报复这个皮货行 二姨就竖起耳朵想听他们说唱 却因为周边啊 这帮女的哭的太厉害 这绳子又捆得很结实 费尽了力气 没改开 她就只能靠墙上 喘粗气 在这休息 二姨心想啊 一会这帮畜生讨论完正事 就得把他们几个分配给兄弟糟蹋了 听说胡爷掌权的时候啊 只允许这帮土匪下山去寻花问柳 有时候呢 有时候也花钱 把这妓院里边的妖姐请上山 就是严离货害梁家妇女 但是时过境迁了 刘老二当家之后啊 自己就把这规矩破了 底下兄弟也纷纷效仿 最后已经形成了习惯 买卖做成了 他庆祝得强调 做不成 生气还得强调 刘老二当家觉得自己这个决策呀 非常的得人心 自己还挺满意 一会儿的功夫 这帮人谈论完正事了 就看着刘二当家的领头 从那边就朝这边过来了 把这帮女的吓得都往后躲呀 直接贴到墙上 不过呢 二姨想着 道法中有那么一句话叫顺其自然 他就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眼睛就直勾的盯着他们 幸亏今天自己下地干活 那脸造的呀 也挺埋怠的 看不出来长得好赖 这刘二当家过来一瞅 今天能干啥啥都不顺的呢 抢了几个娘们也没有好看的 那边一个善于拍马屁的 赶紧就笑道 哎呀当家的 这不回来匆忙吗 我给你看这有两个挺水灵的 你凑合用呗 不好看的 你就赏我们不就完了吗 我们不挑 是不是啊 这帮人开始起哄了 哎呀 那这关灯灯 怎么这 母的就行呗 刘二当家也跟着银荡的笑声 走上前来 仔细的看面容 挑中了两个吧 看上去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让伙计抬到自己屋里头去 那俩女的是惊慌失措 跪些磕头啊 可惜嘴被堵住了 呜呜的说不出来话 刘二当家呢 也得在众人面前作态 装作怜惜的样子 摸着一个姑娘的脸说 别害怕 只要从了我 以后我疼你们 在我这山寨当鸭寨夫人 吃香喝辣 不比你地里抛神强吗 再说你躲啥呀 你这是没尝着做女人的滋味 你要跟我睡一宿啊 我保证你都不想走 成天搂子还管我呀 一边说这话 一边去搂那姑娘 周围的胡子 听见这些淫荡的话 哈哈大笑 二姨呢闭上眼睛 她不想看到更加不堪的一幕 正想着要不要赶紧先自杀 忽然听中传来了一声 颤颤文文的怒吓 小石头 你又给我造孽 二姨睁开眼睛 看见两个女人 扶着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 走了进来 老太太满脸的怒气 抖着手指着刘二当家就问了 娘妹教你 不行和和人家姑娘啊 你把这些女的绑着你干啥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旁边这些胡子一看这个情形 丧不搭的全都撤了 刘二当家一看这亲娘来了 赶紧换上一副笑脸去掺她娘 然后呢就说了 哎呀娘啊都听你的 这次吧不是我 不是我要 是底下这帮兄弟他们生气了 我这看管不大 我一会儿我说她了 娘你别生气 我现在把这些人全都送下去 老太太走到当中的椅子上坐下 指着扶她过来的两个女人就说了 篮子他们两个 让你抢了十了年了 这些年可山上安心的伺候你 虽说没个夜儿伴女 好歹知冷知热 你还不知足 非得干得伤天害理的事 当初是娘没有本事 不能眼看你那死才让你上这山 我也知道那胡当家是个仁义的人 你跟着他能有出息 我才让你过来 结果你怎么越来越不长进呢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 你让我没脸见这些乡亲 你让我死了之后 你让别人吐吗骂我呀你 现在我这还没有闭眼 你就干这些事 以后你想干啥呀 你给我跪下 你冲天发誓 你以后不干这些事了 你再干的话 你娘我就下地狱 我跟她等你 咱俩一起不能拖操 刘二当家一看娘亲气得是面红耳赤 直到这回打马会也过不去了 才不甘心不情愿的就跪下来 嘟嘟囔囔的就跟她说 儿子在娘面前发誓 以后就不祸祸梁家姑娘了 这回实在是他们 他们要整完了 我没说住 再说了我也心思能找一个能生的嘛 但是给自己留个后嘛 老太太一听这话顿角骂道 我这是造孽呀 我当时跟你乐死我都没生这些气 你这是我听着信了 我过来了 我要再晚一会儿 这他妈不全让你给糟蹋了 你还留后呢 你这些年你造了哪些孽 留后给你扛报应啊 我他妈宁愿老留下就此绝后 还清这些孽呀 说完了这些话他娘是老泪纵横 那两个女的赶紧上来劝 却也因为这些事出动了自己伤心事 想想十多年前 自己就是这么被抢上山来 因为长得好看才给留下 也寻死过也逃跑过都没成功 反而得到的是更多的虐待 但是最终也都认了命 眼看着眼前这些女孩 想到当初的自己 他恨不得杀了这个男的 但是转念又一想 却是跟自己同床共枕 十多年这么个仇人 这时候一个女的过来 给这些人都解开绳子 老太太这个时候呢 都已经心情平息了一些 忽然之间 这一眼就瞅着了二姨 就愣了一下 这边刘二当家联盟叫人 说把这些女的都给我送下山 这些人万万没想到 峰回路转能逢凶化吉 跪下赶紧给老太太磕头 就只有二姨自己站在后边 没上前 几个胡子过来 听说刘二当家把女人放走 不甘心不情愿的 推着他们让他们赶紧滚 老太太忽然一指 二姨就说了 我身边倒没个可信的人伺候我 你让这个丫头留下陪我几天 剩下的赶紧放走 刘二当家连忙答应着 二姨刚才的喜悦顿时化作乌有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 从这么一群人中单单选中了她 虽然心里着急 但脸上不能露出来 她也知道这不是硬碰硬的时候 起码自己在这老太太身边 安全跟清白都能保证 那边胡子带着这些女的下山 这边老太太说累了 要回房休息 二姨就跟着两个女人 搀扶着老太太回了房 老太太进屋说头疼 要休息就把那两个女的都打发了 二姨过来呢 也没啥可干的 一想刚才老太太都哭了 就拿凳子上脸盆 给她打了点水 就端到老太太面前 这老太太不洗脸 就定定的就这么看着二姨 给二姨看的心里头是毛冷的 老太太忽然就笑了 然后跟二姨说话了 二姨啊 这些年你倒是乖巧了不少 还挺有眼灵见的 二姨一愣 没见过这老太太 咋知道自己小名呢 老太太轻轻的就吩咐二姨出去看看 外边有没有人 二姨虽然疑惑 但赶紧听话出去看 一看没人 回头关好门 就回到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说 二姨你认不出来我了 也难怪 我长这样 鬼都不认识 叹了口气 她就这么说 二姨心里头一动 觉得这老太太说话的口气 非常的熟 却记不清是谁 这老太太就这么饶有兴趣的看着二姨 她就她就看 然后她就抬起手 捋了两下头发 就这么一个动作 就像那过电一样 击中了二姨 这是谁呀 邓姑姑 邓姑姑以前梳完了头 就是把那个额头上的细发往上捋 不这怎么可能 邓姑姑明明在几年之前自杀身亡了 自己亲手给邓姑姑上的坟呢 看着二姨惊讶的脸 老太太笑了 她就说了 二姨呀 看来你是没忘了我呀 二姨磕磕巴巴的说 姑姑 老太太轻轻的让她嘘声 又把她落到身边坐下 给她讲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故事 邓姑姑死了没有呢 死了 万念俱灰嘛 选择自杀的方式 了结了生命 希望死能够解决她心灵上永远的痛苦 不过朦胧之中 她走到了一个不变天地的地方 那地方很静 但是有光 邓姑姑只是觉得无尽的虚无啊 这是 她有点迷茫 她过过阴 印象中的地府不是这样 但是这是天宫吗 那天宫怎么能这么空呢 她也不敢四处乱走 也不知道方向 似乎开天辟地以来就这么虚空 那我应该咋整呢 既不是阴也不是阳 我就这么坐着等吗 哎不对呀 我等谁我都死了 邓姑姑胡思乱想 不知道过多长时间 也不知机宝 突然眼前就有这么一道光 就亮了起来了 直接把她眼睛刺得都睁不开 感觉自己像是被拖起来了 在空中飞 然后脑海之中一个声音就说了 你命中天节为此 即便是寻死 也不能完疗此情 况且你阳寿未尽 又有修行在成 所以来到了虚无之境 北极大帝连你为其 坐下弟子 特意引导你回到人间 以尽阳寿 若修行有成 或能避免挪回 邓姑姑就像从高处落下一样 身体猛然 那么一颤就醒过来了 睁眼一看 就看着一个满脸大拔了的 这么一个汉子 焦急的看着自己 身边还有两个女的在那哭 邓姑姑纳闷这是哪儿 就听那个男的就哭了 就说了 娘啊 你可吓死儿子了 真好好的咋就追了呢 好点没有啊 哪儿疼 我给你绑个大夫回来看看呢 邓姑姑愕然看着自己的双手 青筋浮现 瘦骨临寻 再看看周围 这哪儿是普通的住家呀 简易的木头棚子打的 里头一应的生活物品 积全 但是没有家的温馨感 那邓姑姑不敢随便搭茬吗 就假装不清醒 跟他瞅 那人一瞅不对劲啊 就蹭着看 娘你咋的了 你咋不说话 你嘴哑巴了 真不得了了 溜子呢 溜子给我下山锅 绑几个大夫过来 然后他就吩咐那两个女人端水 邓姑姑仔细看那个人的面相 一脸的杀戮之气 一点都不善 而且眉宇之间非常的窄 这是一个牙字必报这么个人 不过颧骨却很平 孝道还行 听他这语气 自己好像是上了土匪窝 还当了一个土匪的娘 心里暗想 是不是自己离婚之后 找不着自己原来的躯体 就只好阴差阳错找个T恤 邓姑姑哪知道啊 她这身体已经被团里人给安葬了 即使是还魂 也只能让这个黄土给闷死 或许吧 她是鬼使神差 这神仙特意给她找了这么一个身体 邓姑姑只好不动声色 假装摔坏了 任凭这个土匪绑了十多个大夫 给自己看病 那能看出来啥呀 大夫就说这老人呢 是这个魂不归精 气血不忘 开点药呗 也不敢下针 这要给老太子砸坏了 这土匪还不给自己干死 所以说都是相互敷衍 正好这邓姑姑也没啥病 吃了点药 吃点补品 也就装不知道吧 几个月之后 邓姑姑大概是掌握了这里的情况 原来这就是胡爷的二龙山 但是这时候胡爷已经渐渐的不管事了 现在全是这个自称是自己儿子 这个刘二当家管理 虽说这个人无恶不作 但是对自己还不错 你也准了这一点 邓姑姑就安心理得的 就在这山上就住下来 没人的时候 她就继续修炼 平时土匪作恶 她能劝就劝 但是你知道 土匪干得吃的就是这碗饭 你还能断他们生路 你让他们教书去 所以说有些事吧 邓姑姑也只能放任着让他们去做 但是山上这所有的人都很尊敬这老太太 可能是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善念 看见老太太 就能想起自己亲娘 掐准了刘二当家听多话 她这些年没少解救被抢卤上山的姑娘 整得这刘二当家到有一段时间 就非常不解 就跟兄弟们抱怨 这感觉我娘最近怎么摘傻了呢 以前我弄几个娘们 没人不管我 现在她管这么严呢 还说还说你那俩嫂子跟我这些年 都要收心过日子 让我好好对她 你这上阴间走一趟 转性了 大伙呢 虽然说对不能玩姑娘吧 富费很多 但是谁敢指责她当家的娘呢 都说她当家你多心辣 老太太就是想积德 以后咱少干这事吧 玩姑娘咱不带回来玩就完了 从那之后 邓姑姑就在山里头变成了老夫人 她呢很想回二一家瞧瞧 但是一想自己现在这样 去了能干啥呀 就只能作罢 不过在这个地方啊 倒是个积德的好地方 总有机会能劝这些 还有点良心的土匪 不要彻底的灭绝人性 这个就算是修行的一种 邓姑姑想不明白 为什么老天爷不收她 或者是吧 还有余孽没有结清 这一切都是四个字 生死有命 听完邓姑姑的话 这二姨简直是不敢相信呢 这种鬼故事是活生生发生在自己眼前 还是她最亲爱的邓姑姑 二姨就细细的看着邓姑姑的眼睛 还是那么温和 带着笑意的看着自己 没错 就是自己的姑姑 还活着 二姨当时简直是高兴的 想蹦起了喊两嗓子 但是看看周围的环境 她就只能是压下去了 邓姑姑又说了 说本来呀 可以让你跟那帮姑娘一起走 但是你仔细看没看看那帮姑娘的面相 这一劫他们逃不过 我估计半身腰就得让人糟弃了 这些年我管得越多 底下这些人嘴上不说 心里头都恨我 我只能尽力而为把你留下来 起码他们在这不敢动你 我找个机会亲自把你送回去 再说这么多年过去 我也是真想你 你陪邓姑姑在这过两天日子行不行 二姨是连连点头 甚至都忘了家里人着不着急的事 就这么的 二姨陪着邓姑姑在山寨里住了半年多 每天早上邓姑姑带着二姨上山后头 打坐练步法 晚上就听二姨讲这些年的新鲜事 寨子里头呢 肯定是还有惦记着二姨的这个胡子 只不过这二姨时刻跟在老太太身边 他们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只能按字垂涎 过一段时间呢 这二姨就想家了 虽然有邓姑姑在一起 可这山寨里的全都是老爷们 她一个女的干啥都不方便 家上总是被人寄予着 心里边也不踏实 可是她又害怕邓姑姑难过 不敢跟邓姑姑提 她呢有点想老了 也想这些哥哥弟弟们 不知道这些人呢 都惦记啥样 这么长时间 她也没机会给家里烧信 因为这土匪吧 怕家人得着信之后吧 纠结人上山救人 所以说有这么一天早晨 邓姑姑忽然就把二姨叫过来了 让她准备准备回家 二姨不明就里 邓姑姑就说 说刘二当家 要上哈尔滨做烫买 邓姑姑也跟她说了 说要一起上省城溜达溜达 带上二姨 回来的大王能路过二姨他们家 就直接把这二姨放下 就算是冷不丁这么一出手 让他们没有防备 要是老实的告诉他们 说让他们放二姨下山呢 恐怕中途又要生乱子 二姨连忙问邓姑姑 要不要跟他回去 邓姑姑摇了摇头说 说老天爷安排我到这个身体来 毕竟有他的道理 虽然我不能帮着这帮土匪向善 但是呢 我能劝他们少作恶 再说了 别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就你能信 我是我 其他人还能信吗 我现在这个身体能撑多长时间呢 回去了没几年 我再死一回 你再难过一回啊 再说了 我跟你问 我问你个事 你还记不记着那个唱戏的 那个刘班主啊 二姨一听这话糊涂了 谁唱戏的 邓姑说 刘班主 青阳他爹 二姨一下想起来了 他怎么的了呢 我记得 他说他投了胡子了 后来没信了 他当初投的就是这个胡当家来的 来了没有两年 刘二当家转手当了寨主 当时那个唱戏的那个刘班主 他是个有良心的人 他不胡作非为 看不惯这个刘二当家的做派 忍气吞声待了一阵 我看出来他不是这类人 我就暗地里劝他 我说你走吧 劝了他好几回 有一个晚上 他就拉走了一堆还算有良心的志同道合的兄弟 出去另立山头了 一下子走了一半的人 当时给刘二当家气了个道歉 这四周本来还有好几个山头林立 别人本来都虎视眈眈他这个地方 为了保护地盘 他也没办法去找那个刘班主算账 只好急于扩充人数 又找了这么一群跟他臭味相同的 把这山上搅的是乌烟瘴气 刘胡当家当时只能是睁眼干瞪着生气 我在这怎么说是他娘 他就剩这点孝心这点好处 说他吧还能听 就算是我活着唯一剩这点意义 我跟你回去 到了旧地 除了伤心啥也剩不下 二姨看着邓姑姑 终于将自己当年就想问邓姑姑的话 说出口了 他说邓姑姑你还是忘不了吗 邓姑姑望着远方的云 好久没说出话了 不由自主地向后抚摸着自己的发迹 二姨瞧起来 知道邓姑姑是想找被他弄断了那根簪子 心里头只能暗暗地叹息 庆幸自己未曾被情所迷 否则通透如姑姑尚且如此 换了自己那是又当如何 姑姑摇了摇头说 咱不说这个了 你经历了这个劫难 估计命运能有转折 是好是坏 你自己把握 姑姑以后不能再提醒你了 记得我教你的东西 不要擅自展露出来 还有我活着的事 你也不要告诉别人 就当我死了 死个清静 二姨觉得自己当时想哭 特别难受 但是却没有眼泪 看着面前这张衰老的脸 眼前浮现的却是邓姑姑的模样 第一次见着姑姑 姑姑衣衫蓝绿 经过长途跋涉 疲惫不堪 让她老了都误会 说这女的都三十多了 后来姑姑在家调养过来 眉清目秀 那么多年 冒容都不见衰老 怎么就能错进一个老太太的身体呢 这老天爷为什么给这个女人这样的折磨 二姨甚至想用邓姑姑教她的法术 过阴去那边 到三生室那边查一查 邓姑姑前世究竟欠那个人什么 为什么折磨自己成这个样子 但也就是想一想 她自己法力不够 而且她也去不了阴间 没有法令 到了第二天早上 山上早早地备好了马车 胡子全都打扮成平民的样子 但是腰里全都别了刀 二姨扶着邓姑姑上了马车的车厢 刘当家还有车把是坐前边 扬边赶路到了哈尔滨 二姨没有心思转悠 心想着自己能回去就行 兴奋的不行 但是在人前她得装多没事的样子 到晚上 二姨他们住在一个小店里 刘当家和那个把是 趁夜就出去了 肯定是又干一些违法乱道的事 不过为了不起乱子 邓姑姑没有阻止 就是看着这两个人离去的背影 叹气 一边叹气一边说 人都是命啊 生来是恶 总是用善叫化也叫化不了 该有的报应总能有 慢慢等着吧 二姨也不答话 就那么依偎在姑姑的怀里 这一别 她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能见着邓姑姑 果然回来的路上 路过二姨家的屯子 邓姑姑忽然叫停车 二姨扶着邓姑姑下车 老太太当时就静静的看着这个 接纳自己住了十多年的村子 似乎想把这个景色永远的都记在心里 那边赶车有点不耐烦了 刘二当家已经先走了 这趟是暗柴 他们全都扮成商人的样子 所以屯里人也看不出来 有放牛的经过呢 就好奇的看着这些人 忽然就一眼就瞅着二姨了 就跟看着鬼似的 就疯了一样就往屯子里头跑 牛都不要了 邓姑姑一看这幅情景就说了 你回去吧 他们看着你了 记得 你现在这回去 闲言碎语肯定少不了 记住邓姑姑跟你说的话 心如清风明月 一切自然平静 二姨是依依不舍的拉着邓姑姑的手 邓姑姑却狠心的把手抽出来 然后上车 吩咐走人 车夫也不明白老太太 为啥要把这姑娘扔这儿 也没问 这是个丫头骗子呗 放了再找 饭不上跟老太太较劲 于是一甩鞭子 喊了一声架 带着邓姑姑就走了 二姨愣愣睁睁的 看着那个马车 绝尘而去 直到看不见杨起的灰 才呆呆的往家走 走到半道 村里头迎出来 一群人就给他围住了 七嘴八舌的问 他怎么回来的 怎么回事 刚才那又是谁 忽然姥姥就分开了人群 哭着 扑上了 抱住了二姨 顿时这二姨眼泪就止不住了 抱着姥姥喊了一声 妈 娘俩哭成一团 村里人早以为二姨死了 让土匪绑起半年多 没信 那不是死了 就是卖了窑子 虽然这姥姥没有放弃寻找 但是他能有多大能力 只能是天天一泪洗面 这回呢 能回来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喜讯 姥姥就死死抓住二姨不放手 生怕自己一撒手 二姨又不见了 邻居们就纷纷的劝 劝他俩别哭了 人回来就好 将俩人就簇拥着 就送回了家中 安慰了好一阵子 众人才纷纷的散了 家里人都高兴啊 喜不自胜 晚上呢 做了是满满的丰盛的佳肴美味 几个舅舅也都高兴围着姐姐转 就过了半年多 一看他们好像都听话了 长大了 二姨又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安详 再也没有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了 只是从此之后 二姨只要出门 到哪儿全都有这么一双眼睛 好像看着她似的 就连姥姥也私下问过二姨 究竟有没有被怎么样过 二姨也知道自己根本就辩解不明白 索性也不再说了 她呢 倒是没说是邓姑姑保护了她 因为这事太不可思议 别人也都不信 这件事就更是影响了二姨的婚姻 困里头人已经认为 这人被糟蹋过了 本来岁数就大 现在出这事 更是没有人上门提亲 姥姥也都做好了准备 要把她在家里边养了一辈子 不过后来 峰回路转 那个 就是后话了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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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